上次那些作品很多人都反映給我聽,是精彩 當然是精彩,不是每個人都拿世界十極第一名 當然有他們的擅長之處 現在我們這次就開始第二集 因為那年我做這本書的時間 很多世界十極影友支持我們會拿他們的作品出來 跟大家分享他們那些名家的精英作品給大家看 希望你們能夠看完之後,吸收了他們的專長 為什麼他們的照片這麼漂亮呢?有什麼要問呢? 我現在就一一會分析給大家 為什麼他們說拿金牌拿銀牌 不是說笑的嘛,打到國際的賽事 是打木人行嘛,我們叫木人行 是世界性的木人行 你入到這個木人行 證明你是一個有實力的適應家 我們接下來就介紹另外的世界十極影友 好了,現在我們看第一張圖 可能你們有些會友都認識的了 因為這個吳敏區老師 吳敏區老師是我們師兄的稅協會 到現在,他在會上做了十幾年了 現在就是副會長 還是副會長 他擅長什麼呢? 他現在在我們學會呢 又教Folosoft 還有帶什麼團呢? 他現在帶的那些多數都是 美洲、納威、冰島那些大團 因為第一他的知識水平高 英文又可以 攝影又是很厲害的 過關了 所以很多影友都會跟他去這些 美國的牛仔節 加拿大牛仔節 逆光這些 都是他現在的拿手好戲 今年疫情之下 他都出了一團去冰島 在冰島拍到北極岡 北極岡團呢 又幸好拍到北極岡 但是呢 就是因為疫情之下呢 原本呢 就是 8天的 結果呢 6天要回來了 因為那邊疫情開始了 飛機遲些回來是不能搭飛機了 但是這些團友都好像沒有什麼怨言 因為最精彩的北極岡都被他們拍到 好了 說回今天給大家看看 他能夠拿到世界十結的作品 他是世界十結數碼組拿過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 另外呢 彩色組其實他拿了幾年 幾年都是彩色組和黑白組呢 他都是拿到世界十結的 所以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有實力的 我們的笑影家來的 他給大家看看 他這個 當年打世界籠 第一張作品呢 我以前在我們那些 已經是介紹一個了 這張是什麼呢 是一張夜色 也是我們社會社會辦的活動 是不是 就是在東莞南社 南社那裡的 前面呢 有一個水池 後面呢 有一個古老屋 拍這張照其實有很大的人力物力的 你看看呢 對面呢有五個小朋友 也都有五個老師帶著他們跟著他們在這裏 現場呢 你看看我們是佈置了 張曬燈籠在這裏 開了電燈的燈籠在這裏 屋頂又掛了紅燈籠 下面掛了中秋的燈籠 就是說要表現得到 那個古村 當時中秋節的氣氛 現在拍攝的時間呢 你知道這些這樣的環境 一定是天黑 但是呢 我們選擇 未黑齊的時間 未黑齊之後有藍釣 有藍釣的情況可以學習一下 這個時間呢 有什麼好處呢 那些瓦頂 你看那些古老屋的瓦頂 都有層次的 如果你黑齊 那些瓦頂就沒有了 這個你就不適宜了 所以說拍攝時間呢 其實是只有 二十至半個鐘頭 至三十分鐘而已 如果你等一段最靈的時間 你拍不到呢 你是明年請早的 但是這些團可聲呢 我們說呢 我們現在做不到 什麼理由呢 因為當時 那次去做的這個活動呢 是有請了一間學校的老師 那些學生來幫忙的 那些老師學生有時候 人事問題呢 現在就很難再去這個地方 跟我們做這個工作了 那這個就是藍寫 東莞藍寫 大家知道那裡古村很漂亮 那這張照片是什麼呢 你留意一下吧 當時呢 我們有四十四十幾個影子 這次的活動很大 動了腳架去拍 但是呢 吳老師這張照片呢 拍出來呢 他有特別之處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拍到的 這個特別之處 因為你見那些小朋友 燒過煙花的時間 他忽然燒到什麼呢 你看一下倒影 L-O-V-E love 咦 這麼有趣 一個love 這個就是 滑龍點睛所在 當時其實這張作品 就不是L-O-V-E 當時我看這張作品 它是L-O-V-O O的 接著一個鈍號的 我就一見我就提醒 吳問他 我問他 喂 這裡差點好像E 然後就合成電腦 就勾了一個勾出來 就變了L-O-V-E 那些作品呢 畫龍點睛呢 你如果不是love 那張照片是差一點的 現在有了這個意念 加強了他的作品的意識 所以在中國傳道 很多國際沙龍 尤其是海外華僑 海外華僑的龍 他更加是獲得大獎 好 我們看看下面那兩張 兩張都很創意的 一張又是蝶片 這個蝶片呢 都是我們在我們的攝影會 我搞的一個人體攝影 當時拍攝 這個模特兒是十分專業的 他可以真的一字馬的 所以沒有人體模特兒 只有一個樣子 不是的 他們這一群的 當時我們最早期 請這些人體模特兒 我們曾經繞來 俄羅斯直接請到那些 很高水準的 以前玩單槓、雙槓 那些器械操那些模特兒的 這個中國模特兒也是的 很厲害的 他也可以一字馬的 他的姿勢 所以看到他一做的動態 是俄羅斯多姿的 燈光打得很好 整個人邊桿出來 但這張照片 就是他兒子的創意 他將它造成一個 後面一個蝴蝶 反一個蝴蝶 我們現在叫蝶變 好像一個人蝴蝶變身 結果在國際沙龍 是拿了一個大象 旁邊的一張 更加是很有趣的 其實很早期 我們去魚羊梯田 你知道魚羊梯田 拍這個什麼 拍雲海拍得多了 都下週的時間 沒有雲海的 一早一晚而已 拍這些樣子 我們在中午拍到那些村屋 找一些小數民族拍 幸好找到 這一家一股剛好 有陽光進入那間屋子 有一個光位 於是我就叫了一個婆婆 和一個女孩子 坐在那裡光影很漂亮 當然我們要補燈 否則面就不行了 你們記得 逢出有O影 面黑 你記得帶一些寶燈的設備 照著那個臉 最初拍的第一張照片 只是一個小女孩和那個婆婆而已 但是鄰居就八卦了 後面那個女人八卦走過來看 我說對了 你走來看好 你站在那裡 看著他 多個人 當然這張照片內容豐富一點 誰知道那個小女孩又過來 又是在那裡八卦 然後我捉了那個小女孩 你又去看 結了這張照片 拍了兩個就變成四個人了 這張照片在英國 英國的市卿學會的索卓沙龍 他拿到了金牌 當年黑白來說 光影的味道很重 你看到那個立體 尤其是你看到 兩個四個人的倒影 剛剛好在地上 是不會斷的 看到了 這些就是巧妙精華所在 你拍照的時候 你走前一點 你就知道黑鬼了 所以我們好想很著重 每一分寸的位置 我們都要發揮得淋漓盡止 不會失去位置 不會被他的頭黏了 兩個人都 頭不黏了 所以有影 影都不讓他黏了 好 我們看看下一輪這四張 這四張又很想來的 你別管 這四張照片 有一張就是拿了六國金牌的 很簡單的一張作品 就是下面有一個小女孩 黃色衫、紅色衫 兩個小女孩 所以我們在哪裡拍照呢 我們跟她去香格里拉 雲南那邊 雲南的香格里拉 當時這個小女孩很小 三歲多 一個大女孩 我們就拍照 拍照看見到小孩很取緻 這張後期 我們參加了三個女孩 剛才已經有三個 後期就拍照這兩個 但是這張呢 哇 表現得很好 他們笑起來很真實 好像含羞搭搭的 黃色衫、小女孩很小 幾歲而已 這些童珍的表現呢 都是我們評判給獎品的 給獎的優勝的 他總共是拿了六個金牌的 看得到出來的 上面一張 又是我們的攝影團 連周 連周攝影團是早期的作品 聖在什麼呢 幾個小女孩在那裡玩 坐在那裡 當時其實呢 我們這張照片就不走的了 臨走看到婆婆擔個水桶來 其實這群女孩就跟著我們走的 因為他們很好奇 看到我們這群小營友一邊走一邊拍照嘛 他們之前在其他地方已經跟我們鋪了 於是 哎 可以啊 剛剛的婆婆來了 最初呢 只是叫她婆婆看著他們而已 但我想一下不行 看著都不行 看著呢 故事性都不強 於是我又想了算了 你們這群小女孩 推婆婆那個桶 跟婆婆玩 所以她一玩呢 她推一下牌桶呢 他們的小女孩呢 就很脆智了 覺得很好玩 明白嗎 人的東西就是這樣 動了身情嘛 你就這樣站著看著婆婆 意念不夠啊 是吧 所以人的攝影呢 這個寫實攝影呢 最尾都是要看感情以表情的發揮 所以無論兩個人 一群人 你都是要拍得出他們的表情感情的發揮 婆婆都笑 婆婆我被她玩到笑 大家都是笑 一真情流露 就是評判會給獎 的優勝的地方 再看看另外兩個婆婆 另外兩個婆婆呢 我們都是雲南洋洋梯田 那個哈尼族人嘛 哈尼族人就是這樣一款的 那又是我們在那條村那裡的時間 我看到兩個婆婆 挺有趣的 一過去拍她 初拍的時間 目目睹睹不行啊 接著又要想辦法 拍照是這樣的 你不要想著一放進去 你那張照片就贏的 是吧 你要有變化 有時候我擺兩次不行 再想另一個方法 擺到它靚 照片是這樣 每一個層次 一路慢慢將它推到 第一次擺得不好 第二次再推 推高它那個意念性 最後讓我推高到這個意念性 我就叫一個婆婆呢 她的耳朵在那裡 偷偷說話 在她掩著嘴裡 說是非說什麼 說得精彩呢 旁邊的人會笑 是吧 她說怎麼搞呢 這個婆婆說話已經很精彩了 這個聽的那個更精彩 她因為她真的呢 笑到見牙不見眼 這些表情不是說 你叫婆婆你笑吧 你笑吧 會做得出來的 那為什麼她會笑到見牙不見眼呢 其實呢 我自己起落了很多功夫的 因為我在她面前呢 我就做很多古靈驚精怪的動作 她見到我呢 見到我樣子那麼衰 又撕嘴又懵嘴 咬嘴的 那我婆婆呢 其實在笑我 但是她真的我們都不知道 那些婆婆可以笑到 見牙不見眼的 那麼精彩 結果呢 她笑我的時間呢 她笑她閉上眼 她爬牙又有趣 你看她的老虎牙 嘩 多精彩 所以評判看照片就是看這些東西 我們畫龍點青的東西就是 把每一張照片都要發揮出 那個意味出來 拍人物 那個意念創作 很重要 所以詩詩我們擺穿了一個光影 黑底 這樣就厚側光了 所以有個立體性很高 加上兩個人物 他們的表情 那麼評判呢 就很懂得給分的了 這些 所以你不要 評判眼光呢 是很雪亮的 你藝術性去到哪裏呢 他一看就知道了 對上一張呢 就是體育學院 當時來說呢 我們有個三四年呢 我們是 直接上去廣東的廣州的體育學院 體育學院教什麼呢 他教一些體育老師的 就是那裏畢業的這些選手呢 第一 如果他是更加精英的呢 他就會入到省會 廣東省會的體育 做這個什麼 出賽 對比廣東省出賽 那如果他們呢 不做到那裏的話 不入選到國家隊呢 他們就是會在廣東省 擔任這個體育老師 體育老師 那他教他們出來呢 培養到他們呢 就是這些體育老師 或者是精英 就去省 廣東省的精英的國家培訓了 所以他們的水準都很高的 體育學院的學生 那我們其實很難的關係 我們做了很多 當然也要付錢 付錢給學校那個 因為他安排了那些老師 又要安排那些運動員 那些運動員很確保的 因為有傷他們很緊張的 都很緊張的 而且他們因為他們有這麼多水準 他一定要拿一些最高質的運動員給我們 又拍了跨欄 又跳遠 跳高 什麼都有 很多項目拍了兩天 結果很多照片是拿到金牌的 這張又是金牌 這張呢 跨欄跳得多精彩 三個人一踢過 不用電腦做的 當然我們會做一手腳 正常的欄就不會分開的 會碰在一起的三個欄 但是呢 如果碰在一起呢 我們是拍不到這麼漂亮的精彩 所以其實我把這個欄呢 是移了位的 就是一個前一點 一個中一點 一個近一點 一個近一點 那我們這個角度呢 你有看到呢 三個人就不會刺的 要不然三個人打直 他們一定會刺的 有橫倒 這個側角度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已經正滅 我們就會放平它 要不然就被穿崩了 你在正面來說 穿崩不行的 所以我們要做這件事 那這些東西出來 都是運動的金牌 已經是 這張照片都是金牌的 現在給大家看 吳老師的作品出來的 這些都是金牌的作品 繼續下一張 這張就是那一次 也是我們在廣東省的 體育學院學校 學院去拍攝的 它原本這個就是跳高 彎身跳過去的 是不是 那這張是創意作品 創意作品呢 它的運動狂唱曲 運動狂唱曲 在這個國際沙龍的比賽 是有一組的創意組 如果有一組的時間 你就一定要教一些 天花龍動畫龍點睛 你想想想想想 想到古古怪怪 不要緊的 你有創意 你就要拿獎了 結果這張真的很電腦高手 電腦想想 將當日的幾個運動做在一起 跳高跳遠 跨難 這些動作很漂亮 還有這張運動狂唱曲的作品出來 結果也是金牌 沒得談 參與國際的比賽 你不只是跟香港的對手 你是要面對國際 全世界那麼多國家 那些比賽 來參賽的影友 即是那些國際賽事 無論是歐洲 法國 澳洲 越南 什麼市政家都有的 一起比賽的 沒得花架的 現在的評判是外國的 不是我們的 沒得做完 好 現在看完了 吳敏區老師的作品 我們跟著給你看一個 蕭國雄老師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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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說 蕭國雄老師 其實他以前 在廣州 他都是學拍照的 但例如香港之後 他來到我們的小河 他更加是 突飛萬盡 很多人都是 在外面 即是外面有多少基礎都好 你投機這個國際沙龍的時間 他們沒有我們的靈魂 沒有開竅的力 來到我們這裏 我們就會跟他開竅 現在出來的作品 可能是有了一些問題 即是右邊 買菜的位置 其實還有位置 變成四方形 切了一點點位置 所以後面 根本我們有的 這個賣生果的人是有位的 所以可能是 他撿位的時候 撿得不好 變成沒有一點點 你看一張照片 我們在新疆街市拍攝 新疆街市 過去新疆沒有人去街市拍攝 是我們這麼瘋狂 去街市 那次又不打不打 早上去街市拍攝 街市是 當時8點9 那些光 太陽光升高 就有邪光照進去街市 這個是真的 這些耶穌光是真的 不是假的 因為街市是密封局的 只有一排窗 他就在那排窗裡照進去街市 哇 美得耶穌光都射出來 那些人是買菜 很多人都經過 很多人都經過 上學都經過 那些人順便 過對面的 變成 在剛剛這個位置 最好維持 那當時呢 其實這張照片 又 好彩 不是每個人拍到 因為很多人會走散了拍 沒有人拍這個位 街市這麼多位 但是這個位置呢 就勝在什麼呢 都要站高一點點 虎陷下去 那拍一拍的時間 有個學生上學 在那走過去上學 那我就見到呢 我就見到他的學生 我立刻呢 我為了這張照片 是能夠做到一個特意的 我大聲叫 小朋友 小朋友 那小朋友就轉過來 他轉過來一撒冷 就拍到這張 一次喔 你不要叫他回去 說他拍完 他見完沒事 他走了 他上學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機會的作品呢 你真的要很快 是靈機一觸你就要立刻去做 沒有機會你再等的了 是吧 加上後隔壁有個人推車 有個買菜 聊天 兩傢伙 是吧 光影很漂亮 光影起了變光 做走了這張照片 都拿了很多個金牌的 這張照片 美照的評判 不會只有一個沙龍拿的 好幾個評判 即是很多個沙龍 一見這些作品 又新鮮又少見 就會比 好看下面的三張 你看這些照片 其實都是所有多樣的作品 都是我們的攝影會 主辦的團去拍攝的 一左一右兩張 都是鳳凰古城的 鳳凰古城的 當日我們去鳳凰古城 一個晨早的時間 很早的 因為我們要六點幾七點七點八 我們拍這個鳳凰古城 八點半 我們就不拍了 走了 因為鳳凰古城 裡面太多遊客了 因為太早 如果早沒有遊客 好像這個拱門 現在已經沒有機會拍到 現在遊客太多了 以前也少些 幸好我看到這兩個阿叔 自己在彈二壺玩 他們很流行 承諾的人 他們有興趣 他們自己在玩 我看到他們 好啊 這一個祖候很好 那我呈相這兩個阿叔 在拱門外面 因為太陽光 我們拍什麼都要看光線 這個光是最美的 後面的頭頂有光 有影 最重要是人的影 也有 這個位置是最好的 是不是 有光有熱 所以我呈相這個阿叔 就在有陽光之下 就在那裡拉二壺 兩個在那裡聊天 你看看蕭國雄 下面寫著他拿了什麼獎 你放大一點就看到 英文寫著他拿了什麼獎 另外那兩個章 又是鳳凰古城 你看那些服裝 我都知道 土家族 兩個人在那裡 阿婆和小朋友 中間那章 你們如果聽過胡同老師 講了就知道 胡同老師 那些船的作品 吳川 有多少人拿獎 吳川 是吧 他拿上指數 你們說光影那麼靈 嘩 四、三點多起床 我們那時候 他不穿搖 如果夏天他真的要三點多 四點多五點就出的了 你要去這裡 我們住宿去這個海邊 是要四十五分鐘車程 去這個海邊 所以為什麼三點多起床 還有太陽未出 紅霞出的時候 我們要拍 所以日出前已經拍 還有這個船 去到還要安排這個船 給錢安排這個船 是吧 如果你遲到沒有 是吧 不行的 太陽出了才出來 OK 看下面四張 這張也是很精彩的作品 這張就是西谷打工的東莞南社 是吧 這次呢 其實我們當日呢 就把西谷打工 就是 叫了他 出了郊外 樹林背景 現在我們後期呢 多數是在小屋裡西谷的 這次呢 就叫了他戶外 因為早期嘛 早期我們沒有在小屋裡 在外面有個黑底 我們找個黑底 去西谷打工 西谷 這個時間呢 黃昏差不多最後一天 已經我們離開了 四點多的時間 江頭開始弱了 開始弱了 這樣就 他們有合作的 這班婆仔 你叫他們 點西又可以 玩又可以 接著附近有雞 就趕那些雞去買 那些雞見到谷 就去吃 是吧 所以我說是假的 那些雞不是的 是真的 我們又是 要特地趕那些雞進去 令它 是那個郎村色彩 是更加 表現得更加好的 那旁邊的張不用說 新疆 是吧 駱駝 是吧 黃昏的駱駝 那些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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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漂亮的 是吧 當然這些駱駝 你跟我去拍到的 因為這批駱駝駝 要三千元 三千元的 你不要小看它 兩個小時租駱駝駝 是三千元的 但是拍到漂亮照 不要緊 銀紙 沒問題的 是吧 放在那個團費那裡 每個人都很開心 如果不是你哪有得拍的 曾經有很多那些團 去到之後說要夾錢拍的 然後有些不肯夾 那你就沒得拍了 是吧 這麼辛苦去到新疆 是吧 很辛苦的 是吧 那張我都包起來了 其實我都包起來了 那下面那張呢 也是做早期的小東江 湖狼小東江 早兩個星期 我們介紹的小東江 是吧 氣氛又是耶穌江很漂亮 是吧 那在下面那張呢 都是新疆的 那個 那個 哈勒斯湖的神墓 早上的神墓 那這個 學者呢 是自己加上去的 後期加上去的 因為哈勒斯湖 沒有可能有單頂學 但是 我們那些 我們這些作品呢 不要緊要的 任你天花能道的藝術攝影 是吧 好像畫畫那樣 任你這樣畫的 是不是 好 看看下面那四張 吳哥掘 早期我們有很多照片 會去吳哥掘的 這四個小孩 就在吳哥掘那裡拍攝的 當時我們呢 因為很辛苦 在金邊坐車去吳哥掘呢 都要五六個小時的 我們呢 沿途經過呢 有一些鄉村 我們會停下來拍 剛剛四點多 看到村子 看到村子 挺有趣 我們呢 拍了 因為有個影 展影很漂亮 光影很漂亮 另外一張越南小朋友 上次有一張國廟 我不知道有沒有 國廟 可能還未出過那張 也有一個火堆 那個火堆呢 就是當時我們在越南 經過 看到有一個燒 那個屋仔 那些草寮的屋仔 那我們就馬上下車 有些東西呢 你覺得有用的零件呢 你就要下車 很難得 它燒到真的燒屋 這樣燒的 很大勁 那我們就拍了這個零件 我們一樣東西 一看到有精彩零件 我們都要下車拍完 將來就可以做了 這張拍了零件之後呢 後期去到越南的鄉村呢 就拍到這個小孩 拍到這個小孩 拍到這個小孩 有些小孩 旁邊那張 新疆洋仔 不用了 不用說了 我們的新疆洋仔 特別精彩的 我們一定要找些高一點點位 所以這些羊 不要平角度 趕上來 我們一定要找高位 高位 就變成 你看到那些羊 就有立體 記得 拍羊一定要高一點點 不要低角度拍 不然後面那些羊 我不會看到的 是不是 旁邊那張 是鳳凰古城 所以那些羊 團團都有精彩的 現在又沒有了 早期鳳凰古城 有這些趕我的 每一天 他就會趕一次 即有幾年 我們初初去過幾年都有的 但現在遊客太多了 他已經不會被人家 在那裡放我的 放鴨仔 現在沒有了 因為這裏變成遊客區 不讓他們進去 好 看完蕭國雄的作品 我們繼續看看 綠超奇的作品 綠超奇的作品 這個影友也是我們當時的委員 但他那個意念 跟我們之前那幾輯 即是我們逢樹機 那些 和不敏區那些 都是一班一起玩 但他這個人 他有自己的視影熱理念 這張是我們去散尾拍的 我們的散尾團 以前就有了 現在沒有了 現在那些年輕人不肯脫衣服的了 早期那些年輕人 哇 給他們一點點錢 五元雞 在那跳得多精彩 五元雞 五元雞 現在很難了 你給五十元 他們不肯 是吧 這張當然要合情 那些年輕人跳完又跳 跳完又跳 有些人在水 有些人跳下來 那沒辦法 你欣賞精彩 你一定的人多 氣氛才出來 所以就是 所以就有合成過的 好 看看下面的三十多張 多創意 所以綠超奇這個影友 他有他自己的意念思想 他拍的作品 不要小小粒 是很小小粒 他不會全部跟蹤我們 我們那個風格去做 他會自己想 因為他的fotosho 他真的自己能夠學得到自己的有所成 他fotosho當時已經 他拍這個海洋公園的水母 接著 在海洋公園那個人在那裡玩的那些玩具 飛車 他就合成了這張 合成了這張 那張就把那個水母 當是千秋那樣放下去 中間這張有什麼 大家看到了 新會綠林 新會綠林的作品 阿叔也是一個綠林出來 又很精彩的 旁邊這張又是創意作品 寶寶仔 寶寶仔 寶寶仔的創意 他有很多波波 電腦製造了很多波波 不必全部進去電腦那裡 這個 這個意念其實不知道這張 我們那組朋友的 王健明那一輯 我不知道在樓下 拍攝人體都用了一個錯意念 當時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想這些 好 看看另外 後面兩張 你看看跨欄 又是看我學院的作品 我剛才說 直拍 這張就是創意 把樓做到放射性的構圖那裡 所以有些創意味道 不是一般的跨欄作品 另一張就是吳孫 吳孫 吳孫 早期 他的拖帽是很大型的 好似這些 很多人一起拉 當時是很多雨 這張其實都是合成的 如果當天早上 後面的雲應該沒有那麼漂亮 如果有那麼漂亮的雲 他的臉就是太陽 這個雲 一是太陽未出之前 你只能拍得到的 一攬吊 這些人物 這些人物一定是太陽出了之後 有光才能拍到這些人物 所以這是合成的作品 好 看看下面一張 這些單車在香港有得拍 平車 很多單車高手在那裡玩 鍛鍊的 有時候有比賽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都拍到這些作品 上一期好像有優偉強那些 都有一張是單車的作品 都是很漂亮的 你看前面三格後面兩格 也是電腦製作的作品 好 接著看一個是黃宇律 黃宇律 黃宇律老師 這個就是他們回來香港開廠的 其實他們 我們的師兄學會 那件衣服 都是他們跟我製作的 所以很便宜的價錢 我們那件師兄背心 很早期 他跟我們去仙都湖 你們上次也看過鮮都湖 泥水鮮都湖的作品 是吧 這張就利用了一個冷暖色調去做的 你看到嗎 太陽出 金黃色 是吧 金黃色 這邊 人走 冷調 把氣氛帶著另一個味道出來 冷調暖調的感覺 這張也是一出當時的 都拿帳 他有寫的 拿什麼帳 他有寫著在這裏 最佳作品 幻燈片 他交幻燈 好 看看下面那四張 我們第一次黃金人曬佛的時間 就去到這個 當時我們是去拍插戰節的 不是拍黃金人曬佛的 在甘肅那邊 我們那次 因為不是薩佛佔 我們上去更加高的紅圓 四千多可拔 撈木子已經高了 三千多 我們一天就上到四千多的位置 這張照片拿了一千元 一千元的 現金 美金 挺好的 挺好的 有錢拿的 這張照片 那裏 後面的經販 是很大型的 那裏 他就直接一拖 整個人包著 我們蹲下了 在經販下面 拍攝的 所以 他很有氣分 那些經販 嘩很高 是吧 下面一张也是,跟中国的泥水拉牛一样 这张就是我们传统的拍法,下面一张 做得金黄色,很漂亮,太阳出来的时间,金光闪闪 这一张很有趣,彩色你可以做到金色 黑白又做得很漂亮,黑白也是拿奖的指数高 因为山的层次是受理想的 另外两张是外国作品,不是我们的市兴权 不要紧要,一样而已,有构图有意念 这张有立体,光影,有小朋友,这张也要拿奖 下面一张就是我们香港的一次韩农 韩国的农民过来搞事 因为在香港开会,国际有赛事会议 韩国的农民过来生事,所以我们很多警察 防火警察都冻在这里 这个人应该要加进去 另外看三张,这三张要穿些洞 英西就穿些洞,现在又没得拍了,现在不让进了 因为我们去拍是浪费很多时间的,我们的船 我们请在一个撒网,在里面的洞 又会在一个撒网,阻礼很多时间 现在因为旅游很旺,那些船都不够用 给我们的船,你这样做,现在不肯拍了 所以那些事就是早去有得拍,迟些就没有了 中间一张就是吴川,早期吴川 早期吴川,我们拉完大网,收获回来 那些鱼鱼很功夫,你看到有很多鱼 于是他们就围在网上 我常常带一些12Y,带一些9Y 不9Y你怎拍到那张,那姓在什么 你看那些帽子,每个头的帽子都拍出来 包住那里,中间两个圆形 人头就包了一个作品 所以每一张好的作品,它都有它的特出之处 不是说,哎,为什么要拿奖 人家评估认识看,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这么漂亮,你全部都没有包住 旁边一张就是越南小元州 越南小元璋,创意是很旧的 你看,哇,那些浪都打得很高 所以你没办法拿奖 很多奖拿的,你看,下面写的 都拿了四五个,五个奖项以上 它有写出来的,有些有写,有些没有写 这个又写,旺旺族又写 浴树插战节,地震之前去拍 民村地震之后就已经没那么精彩了 没有人很多人去拍这个插战节 浴树的赛马节不是赛马节 他们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来赛马的 他们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来赛马的 贵族很多 好,另一位作品作者 陆天赤老师 他现在是老师 因为老师又是从事这个 笑影教学的工作 当时跟我的团,他们都是玩的 即不是做老师 其实很多人在我们那里出来 现在都是在香港独当一面 是单约了这个笑影的老师 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开过笑影会 有一个笑影群组 有很多什么photo talk 有一个什么 律师一旅游什么 那绿书社也在海奥会 担任这个画艺作品 他还有他另外一首作品 他跟我的团 他不会全部跟着我拍我的东西 他很有趣 他喜欢这样几张 然后他四围去找他自己的创作思路 这个是很好的 不用一定会去拍完这个照片 你有赤赤河所之素 思路里去到哪里可以拍 你就可以拍的 他这张是在日本单顶后 日本拍的 因为有很出名的日本单顶后 不是东北的这张 那当然也是合成的 被这样大太阳 是不是合成的 接着四张 上了一张就是生死姘 这些孖仔在我们香港射背水堂可以拍到的 那些作品都是有些是比较特别的 不是这样跟我拍的 这张新疆羊仔 羊仔是跟我拍的不用说 因为全香港是做这些新疆团 是我们做得最好 找的路线是很特别 是一定有收获的 隔离最后一张盘王节 打腰股表演当时 一年一次盘王节 他们都会出来表演 他这个手法 他这张手法看到 其实在后期都有制作过 当然他拍的时候会爆镜 船上镜头 如果前面两个不杀 他这些如果有兴趣可以试试玩 慢一点那块门 将那个镜头这样摇 按着的时候摇一摇 旋转摇 那会出到这些效果 他也是 但你不是一次成功 你多些玩 你会发觉是很好的 这个效果 那就用一些弱点的镜头去拍 下面有几张都是他们在日本拍的 日本的壳 那个味道特别 特别精彩的 日本那里的丹顶壳 记者一天叫 一起叫 那这些丹顶壳 除了在日本呢 我们东北 有两个地方 还有扎龙 都是很漂亮的 扎龙和向海 我两个都去过 但现在都是 多数表现得 都是去向海多了 接着我看下一集 下一集就是 葛妙老师的作品 第一张呢 葛妙老师呢 就是什么呢 土楼 是吧 大家看到 上次我们有一个 土楼的摄影 是吧 已经看过了 那这张美图是什么 哇 在盆龙 一条龙在土楼里面 圆形的构图 是吧 所以 其实也很辛苦的 拍这张照片 我们要花多少钱 七千元的 那时候很贵 不只是没有龙 还有没有尸 但是呢 有时候都值得的 因为它这次呢 是最大型的 是两条龙 现在 现在我们再做不到 两条龙 都是做一条 没办法 那时候 早期它也不同 那些价格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轻松很多 那我们在土楼 又要烧了炮掌 所以你看到呢 一烧一炮掌呢 那气氛是很好的 那看下一张 那下一张呢 就是在这个 吴歌掘辣 一个和尚 那有人在那拜和尚 耶稣光是很好的 是兩個和尚在這裏拜,這也是很幻的鏡頭 很幻的鏡頭才可以拍到的,因為你的天窗在頂上很高 所以我經常都說在哪裏拍照,你都要帶一些很幻的鏡頭 那裏是能夠拍的,因為那裏拍不到那裏,他洞穴剛剛射進來 那裏有個和尚在那裏拜佛的 在下面旁邊的一章,不用說了,我們黃金藍的高潮的作品 和尚衝下來,山在斜路上下來 這個位置,S營購圖很漂亮,曬佛的時間 這個位置其實是兩隻手拍的,這張就是佛尖未收的時間 未收的時間,他的螺傘才下 所以這張呢,你看到很多和尚拖著螺傘是下來的 所以氣氛是很好的,當這個螺傘下了之後 他的佛尖就下來了,這樣又是另一張精彩的作品 好,我們看下面的四張,另一個下面的四張 一看一看,免領小和尚,以前我介紹小和尚 免領都給你看到了 這次呢,又是很有趣,剛剛看到一個牛車見過 我就叫和尚,喂,和尚仔,坐上去吧,你們去拉牛車吧 那時候,那時候很厲害的,那時候四五個和尚隨時找到的 現在很難了,現在很多時候找到三個 所以早去的時候,就開放一點點 現在有些地方不可以擺拍和尚 那這個,幸好呢,有一個牛車,我叫和尚仔站上去 但是呢,原來呢,那些和尚仔有很多顧備 他們呢,佛子呢,他們和尚仔不可以擺 那樣的新手,又不可以打牛車,打牛仔 這個犯,觸犯他們的戒律的 所以呢,他們呢,就是偷雞,拍都拍的 我們也是,如果有其他人呢,因為我帶和尚在那裡 我們就不敢擺放這些東西 那呢,最精彩是什麼呢,就加了兩個小孩子在那裡跑 為什麼呢,如果只是在那裡扭車,就沒有這麼精彩的 那我就叫兩個小孩子,喂,兩個和尚仔,跑過來 然後追過來,然後畫面就會比較熱鬧 那下面一張呢,不用說啦,蛇雕嘛,蛇雕啊 那這些都要擺拍的啦,不是每個人都要擺拍頂到的 那些蛇,真是創作放了雕來使蛇,這些是真的 訓練過的,當然有專人訓練 每一次呢,你們拍照呢,都要給很多錢的 這些不是簡單的,拍都是很正常的 那旁邊就是呼倫貝爾,那個跑馬,雪地的馬,跑馬 當時我們要早期去呼倫貝爾,但這裡呢,真的很辛苦 領下四十度,但是呢,它的馬呢,它的馬呢,特別漂亮 短腳,很有趣的,腳很短的,但是呢,當雪地跑馬的時間呢,嘩 嘴又噴氣啊,那些馬全部都是阿雪的,不過氣氛很好的,這個環境很難得 跟我們在壩上拍的馬呢,是完全不相同的,當年一出這些馬呢,也是很高笑的 在下面那一張呢,大家看到啦,在哪裏拍啊,很多拍攝會去南昌嘛 南昌拍露料嘛,是不是 南昌露料的作品呢,又是,一出來當時來說呢,我們第一批隊去,第一批隊去 以前沒有,香港都沒有,沒有人去那裏拍的,香港有露料拍的 但是不是的,因為這個南昌的露料呢,你面對了,你面對了 五、六百斗的這個,這個,那個樹林五、六百斗的露料在那裏 那有些在那裏求偶啦,有些在那裏偉仔啦 有些是剛剛的嬰兒出生啦,很小隻的啦 那你由小初鳥拍到的大隻,都那個過程呢,是很精彩的 那,又打架啦,那些露料啊,求我啊,打架什麼都有的,很精彩的 所以這個視頻的照片出來,都拿很多獎 好啦,最後一張呢,就是越南 剛才那一張就說,拍定那間燒屋,這個也是那次拍的 跟燒國王一起去他們 這個火呢,大一點,燒得大一點,這張是吧 那這兩個小孩,揹著牠的寶寶在那裡 在那裡哭哭哭哭呢,就很符合了這張作品 所以它呢,變成呢,在那個災後接後的余生 這個意念,是出來了,是不是 出來了,就是余生的意念出來了 所以評判,就是這樣又會給到很高的分數 好,看下一個,胡明林的作品 胡明林,這個呢,也都是真的 你看這些都是在我們會那裡陪伴出來的 他們有一個直極無聞的死者 到現在呢,在市政界都很有地位 很多國際這樣,那這張呢,就是在早期 在廉州,非法佬,非法剃頭 第一、二代的非法佬,非法剃頭 好著數的,因為第一代出來的東西 以前沒有嘛,沒有啊 那到處,突然間建立這麼漂亮的作品呢 你到處都會拿獎的 那,真是很執著的 我們當時這些世界十月的死者呢 他們都是很執著的 一張照,你看到外面的小朋友呢 坐在那裡扮鬼臉,是吧 那如果普通的一個非法佬,非法呢 見得多啦,是不是 那我們為了增加那個趣味性 我就叫那個小朋友呢 在那裡搞,在發覺小朋友 那搞起來呢 他們都隨時在那裡笑 那些人在那裡扮鬼臉,在那裡玩 這張照,其實呢 得為不容易的 拍一張這樣的作品 他們為了呢 增加了這張作品 那個氣氛成 你留意一下他呢 那些在那裡扮鬼臉的人呢 個個的臉都很漂亮的 個個的表情笑容 都有不同的 不會有磨磨磨磨磨磨的 其實可能有六七個頭髮都不停,所以要為了達到這個氣氛 他們真的要這樣做,看另外那張四張黑白,一張很精彩的 第一張,年洲的紅帆打水,是很氣氛的,那為什麼江邊有這麼煙霧呢? 其實我們都在做影的時候,我們都是用一些餅子燒垃圾 以前是不是有煙餅吃我們就怎樣?燒垃圾,燒垃圾,有煙餅就好一些 一燒煙餅就去到的了,那旁邊的一張就是春洲 剛剛上次講的湖南春洲那個地方,煞網了,是不是? 那下面那兩張在哪裡?山陽小火車,捉豬仔上車 這個題材是最早期只有的,後期已經沒有了 現在不用捉豬仔了,他已經開了山路車過去了 所以每樣都是早的作品就這樣做 在旁邊那張是緬甸和尚,緬甸布施,小和尚布施,排了他 那裡他們很流行的,一早呢,七點多呢,就去布施的,那些和尚仔 很有趣的喔,緬甸,和尚他呢,他就煮好飯,去煮給他們的 師姑不是的,師姑呢,都是在下午去的,師姑去布施呢 他們就給點菜,他們去街市,給點米,給點菜,你回去煮飯 那樣的喔,不同的喔,你別以為是一樣的喔 師姑要做另外自己煮的喔,或者他有些人給點錢他們自己買的 好了,下面四張,在哪裏呢,上面那兩張也是緬甸的作品,吳炳橋 那,真是很執著的,因為我教他們,我都要他們執著 我們拍吳炳橋的時間呢,太陽還沒下山呢,我就已經叫他們 那他們呢,那些長的,吳炳橋上面的人,走過的人 他們全部呢,你要看到哪些精彩的人的展影,你才拍下來 好像說,背著在上面啊,拖手仔走啊,有些和尚走啊,有些單車走啊 他們在未有學之前,拍了很多的展影出來 好了,到日落的時間 上面的人,未必是這麼精彩的嘛,或者沒有人呢 那這張照片就失色了,是不是 所以又是這樣啦,一個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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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架位那裏,全部的展影很精彩都露出來 所以成功非要行,要做很多事情的 一張照片可能要撿,撿整天的,撿一張照片 但是你為了很圓滿,所以沒辦法,所以要撿,是不是 那另一張又是緬甸日出啊,佛塔日出啊,不用說了 都是經過合成啊,層次會豐富一點啊 那旁邊打拳,下面的打拳呢,你就香港可以拍到的 香港的存在,那你入場 另外一張呢,又是家用燒火車的啊,又是早期的作品來的 因為後期已經沒有辦法進去這個車場 車廠裡面拍攝的了,那麼燒刊 收車廠裡面拍攝的,現在不讓你進去了 好了,最後一張也是緬甸日出的作品 獨腳蛙船嘛,一隻腳單腳在蛙船下 這個是緬甸的特色,兩張照片合成在一起 所以又很氣氛,日出的時間 好了,接著賀順久啊,賀順久啊 賀順久啊,也是很清楚的作品 賀順呢,賀順的作品除了胡同 你記得胡同都已經精精彩了 其實我們那些影友啊,去春啊 很多次的次次都很漂亮的 賀順的作品 也都經過合成,那些海浪有時候 有時候真的這麼大浪的 有時候你不可能每次都拍得這麼大浪 有當然好,如果你不夠浪的話 你就唯有在電腦裡做了 好,下面那三張 下面那三張是什麼呢,越南啦 兩張越南的啦,越南鹽田 早期的鹽田就是這樣,找人擔的 擔著一直走的,修嚴 現在呢,就不是啦,找車仔 不路的車仔去推,省人力啊 是不是很辛苦啊,找人擔來擔,對不對 一進步的照片又不同了 中間那張阿懷哥啦,越南懷哥啦 跟那個喝酒,他們很流行 這個動作,一開始你不說 你可能不知道他做什麼 越南人就知道了,因為當地的特色來的 他們呢,那些酒有一個大酒程 他約了一些朋友呢,回家呢,都是這樣 弄壺酒出來,跟那個人搔 在那搔,在那搔一條小桶 每個人搔他們都走了,你又搔我 拿著自己就搔的了,男女女都在那裡搔的 那都是他們的特色,不用拿杯子 不用拿杯子,草莎阿彤 那就喝酒了,當地的特色 在下面一張呢,就散尾的那個燒罕 全廠的燒罕,這個一張 燒罕你看,這張是很層次的 前面一個,後面一個的,立體的 每樣的東西都可以,那些照片一定要立體的 不要有平面 因為平面除非很美,有耶穌幫助成 那都變成了,那幫很美 在下面呢,真是不簡單的 你看看,他們的作品都是 很多大團,很多大團 馬來西亞伯科開雕 馬來西亞伯科開雕 馬來西亞伯科 那些手本來西亞伯科 那些雕呢,捉魚 捉魚,捉魚牙帶魚幾長啊 整兩尺半長的牙帶魚 很貴一條的 貴了,我們為了 將照片精彩,我們不要 購買這些魚仔 你一抓住上來呢 那個精彩程度會抄襲 你一抓住上去,你一抓住上去 那你就會看到精彩 對不對 所以我們 用不少錢買這些魚不少錢 但都要買這麼長的 你知道大魚仔是手臂那麼長的 對不對 還要買很多 那些白條很貴 給它的薑來吃 旁邊那一張 一張在緬甸 不用說得很多獎 三張 日出的時間 三隻那些船 插水 插了金光 這些作品我去過這麼多年了,十年後都還拿大獎 可以說是長勝將軍,過幾年,為什麼呢? 相片不怕舊最重要是受的,為什麼呢? 那些評判會變的嘛,那些評判可能十年都是這班的 都新評判上了場,他就沒見過這張照片,他就覺得新 是不是?所以你不要說十年前已經有,現在又拿獎 那些評判都變了,是不是?所以是好的作品 你不妨等了十年五年,拿出來一樣拿大獎 這個很有趣的,下面一張又是仙都湖 所以仙都湖也是金牌的殺手,可以說一下 剛才已經有兩張網易律的仙都湖 這張又是我信求的仙都,都是一樣拿著 再旁邊又是黃金、藍莎、佛節那些三個藏族婆婆 又是我的手搬起,要引到他們堅硬不堅硬 我經常做小丑,說你出團,你跟我出團就知道了 旁邊你看到婆婆小了小了,我一定是扮小丑的 有些嘴子就扭一下嘴子,扭一下眼睛 那些人都在笑,你才有想拍的 誰拍得到這麼漂亮的作品 下面那張,最後跟進來那張 荔水帆船,何信求一張荔水帆船 好像在台灣,拿了四個獎,這張華盛 華爾作品,很著數的 這張都經過一些修改的 前景,你看到那些水波紋多漂亮,是不是? 假期時間,船那麼遠,那些水波紋就可能沒有了 那些水波紋一般是近我們岸邊的 所以這張照片其實在我們拍的時間 有時候要看的,當你岸邊的水波紋 你快點拍完這些零件 這些零件,哇,動感的 一連夜,這時候動一下會有的 拍完一堆水波紋出來 那一船呢,這個船比較圓 但是呢,你將前幾個水波紋加了下去 我想是生動很多,是不是? 我專門踢爆那些合成的技術 沒辦法,我叫黃老邪 人家都知道的,我都知道我全都教了 但我不怕被人說的,合成就合成 因為我們不會違反採規就可以了 因為這一組是自然的 這一組是能夠做給你做的嘛 師傅的藝術組,是不是? 你不要說我做照片 你不做照片,你老襯的,明白嗎? 人家說明這種天花狼狼人做的,為什麼你不做呢? 做得合成合理不行,是不是? 好了,今天我們介紹了一個 應該是黎金門的了 黎金門又是,哇,又是厲害 第一名的又是,很厲害 他還有潛水攝影高手 現在全香港的潛水 他後期玩了一個水仔攝影 我有機會下次呢,叫他們安排 叫他們呢,跟你們講一個水仔攝影講座也好 不過疫情好一點先呢 現在叫人很懶人家 人家都不想出街的 第一張就是黃金藍曬佛 曬佛的作品呢,真是臨狼滿目 多不勝心 個個你看世界一片,都有這些作品的 沒辦法,新疆越南,緬甸 個個都用這些 因為去到哪裡都殺到哪裡的 你可以說的,當時你說的 很精彩,你的殺佛打開佛箭的時間 很精彩的 那些人呢,兩個人殺到老大 接著那些人呢,又燒炮獎 接著呢,一打開佛箭 那些人呢,藏文在那裏念經的 你以為在現場這樣還會震撼 就是你那個佛教的傳統的意念 那些藏文,那個誠心的禮佛 你看到那個氣氛呢,你就真的已經是很值得的 去這些地方 人生一定要到此一遊 你只要去一個黃金藍寺學團呢 你整個藏族文化呢 都能夠體驗到的 什麼五體投地啊 是吧 薩努達啊 鑽廟啊 剩個意識呢 都能夠看到的 是吧 好了,接著下面呢 紅島地呢 下面三張,一張紅島地 想要介紹過紅島地的作品給你 有一間樓,後面紅島地 中間呢 又是,拿了很多金牌 就是黃金藍寺核節呢 那個袁刀夫市 有兩場這個 喝酥涼茶熱飾的時間 那這張作品呢 不容易拍的 其實呢 在現場呢 我說最多只有三個機會拍到這張照片 因為業期高一點 高的位置 如果你不是 懂得找位 那些人不懂得找位 根本沒有可能拍到這些照片 因為它 你想想S路進來 那條路很窄 是吧 你只是站到這個位置 不記得多少人 你站了就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那些位置很窄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一定會 懂得找位很重要 站位很重要 所以我們這條一般來說呢 我們一邊呢 很多時候都會跟那些影友 講完 你黃金蘭秀律 你現在這個 這個 第一位 這個位 拍這個 拍這個 這個 全部都告訴你 不要走 那你們拍到很多東西 好了 旁邊那張 很美的說法 東北 又是拍不回來的 霧宵 東北的霧宵 那這張特別是什麼呢 你看這個 心形 剛剛那個霧宵 那一年就是 心形的 那天 太陽剛剛在後面出來 嘩 正不正 就是金牌 金牌 金牌 沒有辦法 太正了 太美妙了 鹹大王剛剛在這個 心形的樹上出來 前景就沒有鬆 是不是 冷調加暖調 那些調子很著重 這個所識學人講 是吧 藍色的冷調 太陽一出 有暖調 冷調加暖調 這就飄出來 是不是 好 看下面一張 下面有四張 鬥牛 花山節鬥牛 雲南花山節的鬥牛 是吧 那次我們去了幾條 今年想去花山節 因為直接吃下 他要取消了 就是賀食 如果今年又去拍這個鬥牛 你舉不到 過年的時間 我做的 那男子呢 就是香港 這個 這個呢 滑浪風環呢 其實就應該是 在這個 什麼 馬來西亞 這個什麼 印尼 印尼的 印尼呢 我們那時候去拍過 都很正常 七、八月呢 就有這些 這樣說 浪漫片 就帶些四百 六百場鏡去拍 你不是你不行的 你不帶齊鏡就不行的 那另外一張呢 就是小朋友玩水 就是在香港的 香港呢 有個地方呢 和黃夏天呢 就有這些 水柱花出來 那些人就帶小朋友去拍 玩的 所以很容易 最後一張 大幾一日 都是江海東北拍 這個老人家 我們每年都找他 到他那裡 又叫他拉牛 又趕我 這些我們 特定姿勢來的 那當日 當這個時間呢 哇 你看到這些 這些暮鬆呢 你已經是人生一大樂事了 好像很幸運的 零下三十幾四十度的 很重的 這個地方 但你會看到一些暮鬆 這個暮鬆島 暮鬆島 拉一隻牛出來 已經很有畫面 多謝大家 那麼下一個禮拜五 再見了 好嗎 好 好 多謝大家